俄罗斯作为最好的反面教材 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向我们证明了 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而最近美国的Abrahamus主战坦克就仿佛受到了启发 也开始像四代机跃进到五代机一样 通过提升目标的获取能力 几乎确定了美陆军四代坦克的进阶之路 去年10月8日 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发布了其下一代坦克Abrahamus X技术演示样车的视频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Abrahamus X坦克样车采用灰色涂装 炮塔上方安装了武器遥控站和各种观瞄装置 而坦克内部配备的多块多功能显示器 也显示着信息化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根据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自己的说法 Abrahamus X将作为致命战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同时是当前M1ARSP V3 V4版本 迭代到某种未来坦克之间的桥梁 而在今年的2月13日 美国军方在其国防视觉信息分发服务网站上 发布了一组拍摄于去年11月5日 PC-22项目上的一辆 安装了先进瞄准和杀伤力辅助系统的 美军M1坦克照片 从中我们得到了更详细的信息 人工智能与M1坦克的结合 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 在照片中M1坦克好像采用了 实验性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识别系统 以求加快发现和应对威胁的速度 而这套AI驱动的目标识别系统 就是美陆军的一项联合计划 ATLAS 在本次展示的照片中 我们便能看到正在测试中的ATLAS组件 ATLAS系统的方形传感器 安装在炮塔上120毫米主炮后面的旋转底座上 可进行大扶扬角和360度方位角的搜索 炮塔右侧前部还配备了另一种传感器 不过这种传感器的功能和用途尚不清楚 但绝对不是其他M1坦克的标准配置 剩下的核心组件则安装到了M1坦克的炮塔后部 机枪后还安装有风扇散热 而安装在炮塔四周的则是作战车辆激光战术交战模拟系统的传感器 可以使用激光检测和计算命中 以模拟战斗的形式来评估战斗中的损伤 所以ATLAS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超智能化的机器 在系统开始后 安装在坦克顶部的光电转塔就会持续扫描战场 将周围区域的图像数据输入AI机器学习算法 自动完成对目标的检测和图像分类 然后自动选择目标 并分析目标的类型速度和距离 找到对坦克威胁最大的目标 然后将这些威胁目标的图像 发送到炮塔内触摸屏显示器 在显示器中 图像在屏幕左侧垂直排列 显示屏的主要部分显示火炮当前瞄准的目标 边缘周围是许多不同的空间 用于选择弹药 开火类型 图像设置等 大家猜一下ATL-AS系统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就是炮手只需要手指倾触左侧目标之一 坦克就会自动转动炮塔 将火炮对准所选目标的弱点 并自动推荐合适的弹药和打击模式 在此过程中 AI会完成复杂的准备过程 如计算距离 转动炮塔 矫正角度 选择炮弹类型和射击模式等 再由炮手选择手动批准AI的建议 最后开炮展开攻击 这套系统就仿佛是把炮手拖进了游戏世界 简洁的操作页面 外加自动打击弱点的插件 炮手只要会开火 剩下的一切交给AI就行了 AI和计算机辅助目标选择 不仅可以让坦克成员更快的击毁威胁目标 它还可以用来检测人类无法发现的威胁 也可以提示消灭目标的优先级 AI驱动的软件架构 还可配合分布式孔径系统 观察坦克四周 以更好的发现威胁位置 甚至在今后 各国对坦克成员的培训 也会变得更加简单 毕竟坦克两项赛已经使我们看到 训练有素的车组与普通车组 在攻击目标的有效性差距 这主要是因为坦克成员 使用全手动的过程来检测识别和攻击目标 要旋转炮塔 使用车掌炮掌镜搜索目标 手动选择它们要用来攻击目标的弹药 通过瞄准目标进行激光测距 计算弹道 最后攻击 这中间的过程 对炮掌的操作熟练程度要求很高 而采用这套系统后 炮掌只需要选择攻击目标 和下达准许攻击的命令就可以了 简单方便 大大降低了工作量 而美国陆军对通过实施计算机学习 和人工智能技术 来提高坦克作战能力的研究 其实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早在2020年7月 美国陆军就宣布 新泽西州皮卡丁尼兵工厂的工程师 正在研制中口径先进杀伤力和精度系统 这是一种集成了中口径武器 弹药 火控和传感器 在更远的距离上 有效攻击目标的系统 ALAS-MC武器系统 集成了一个传感器单元 和一门XM913型50毫米机炮 在2020年10月 美国陆军在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的 格里芬一试验车上 又演示了ATL-AS武器系统 演示过程中 ATL-ASMC使用的50毫米机炮 与红外辅助目标识别光电转塔结合 图像通过AI算法处理 并发送到射手界面 由此可见 ATL-AS系统早就作为M1坦克 下一步升级的配套技术 进行研究了 美国的这项新技术 为实现大型无人车辆索需能力 提供了基础 人工智能 或将成为未来武器开发中 最重要的一环 同时 ATL-AS系统内部的算法优化 其实也可安装在无人系统中 作为火控算法使用 比如运用到Abrams-X车辆上 Abrams-X车辆采用了通用动力 新设计的无人炮塔 尾舱带有自动装弹机 被弹19发 其主要武器 使用了一门轻量化的 XM360型120毫米滑糖坦克炮 该型坦克炮是美军在XM291型 电热化学炮的基础上改装的 主打轻量化 其火炮炮管使用外层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包裹 内层炮缸的方式制造 降低了火炮的系统重量 同时也降低了开火时的后座力 此外 火炮在力把密集度等技术指标上 相比M256型坦克炮 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而它的副武器则使用了一门 康斯伯格公司研制的 RS6型综合武器战 包括一门XM914型 30毫米机关炮 并融合了Team1500 飞制冷热成像仪 Badream 1550 激光测距仪等 据称 该型遥控武器战 还可以进行性能拓展 加装诸如并列机枪 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甚至FGM148 标枪反坦克导弹等 看这样子似乎加装巡飞弹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总之能更好地应对多种威胁 当然 也正是得益于无人炮塔设计 Abrams X全车重量仅为53.5吨 而在不安装炮塔装甲防弹包的基准配置下 甚至可以降到49吨 比起现役重66.7吨的M1 A2P V3 轻了30%以上 这与M1改进型重量日益增加的趋势截然相反 据称等到Abrams X研制完毕 实现量产 它的重量将会被控制在53吨以内 以确保美军的C130战略运输机 能够一架运送两辆主战坦克 这不仅能够提高该型坦克的机动性 更是提高了该型坦克 实施战略核战役机动的能力 Abrams X除了这个无人炮塔和降挡运用时 可以改为有人炮塔的设计比较亮眼外 该型坦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是它传动系统 该型坦克验证车 使用了SAPA公司研制的先进传动系统 采用了电控组件 取消了原有的综合业力传动设备 进一步提高了传动效率 同时 该型传动系统还在两台主动轮上 各安装了一个辅助牵引电机 并配置了相应的蓄电池 等于是可以让Abrams X坦克 采用电油混合动力系统行驶 在某些特定状态下 如夜间待机或机动隐蔽接敌时 甚至可以关闭发动机 转为纯蓄电池 电动机模式 进行供电和牵引 要知道 Abrams系列主战坦克 采用的高油耗燃气轮机 长期以来都在后勤保障 与性能参数之间存在巨大争议 而这种混电动力系统 将允许Abrams X 在主发动机关机的情况下 安静运行 并且可以在低速下 短时间使用纯电动力行驶 不仅具有更好的静音性能 而且坦克的红外特征 也将有所降低 更有利于在战场上隐蔽自身 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战术优势 目前在各国新一代主战坦克中 这还是首创 此外 由于重量的减轻 Abrams X型坦克几乎不可能 在传统防护性能上 做到进一步提升 因此 美国陆军的设计师们 就配合着开头讲的 AI算法与计算机的辅助功能 提高该型坦克的 综合态势感知能力 Abrams X使用的是 两座赛峰公司研制的 PASEO CITV型综合态势感知 和瞄准系统 估计一台由车掌控制 一台由炮掌控制 二者的功能基本一样 都具备独立热成像通道功能 同时具备猎尖系统功能 配合上 AI识别和计算机辅助决策功能 无疑是巨大的提升 相较于第三代主战坦克上 普遍存在的炮掌观瞄镜 车掌周视镜的设计 Abrams X的车炮掌观瞄系统的设计 确实比较独特 估计二者协同配合 任务互换的功能更强 同时Abrams X型主战坦克 还在车体前后安装了多个摄像头 可以确保驾驶员在驾驶坦克时 拥有360度环向视野 甚至通用动力公司还称 他们已经解决了 为驾驶员配备AR头盔的问题 估计在今后正式的定型量产车上 Abrams X的驾驶员 将会配备类似于F35战斗机的DAS EODAS看穿地板的能力 这在主战坦克发展历史上 同样算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技术革新 目前美军的主战坦克 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的M1A2系列坦克 最新改进型M1A2 Speed V3坦克 从2019年开始交付美军 坦克提高了主炮精度 改善了可编程控制弹药的数据链 此外还加强了坦克前部和后部的装甲 内置的干扰器足以应付无线电触发的 简易爆炸装置 其坦克的可靠性 持续性 防护性等指标 均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作战能力也得到增强 目前各主要军事强国中 已经有四个国家推出了 第四代主战坦克或主战坦克验证车 除了美国外 其他三个分别是俄罗斯的T14 德国莱茵金属的KF51坦克 以及德法联合KNDS集团推出的EMBT新一代主战坦克验证项目 这其中有两个国家是传统的坦克大国 三个国家是五常国家 这昭示出了各主要军事强国 在第四代主战坦克领域 目前都已经予以了高度重视 且部分实现了技术突破 开始拿出相应的工程产品了 美国的Abrams-X坦克不仅拥有强大的机动性 还具备人工智能杀伤的能力 并且可以和友人以及无人单元编队作战战场 虽然目前仅是一个概念展示样车 但在俄乌武装冲突爆发之后 有俄罗斯这样的反面教材提供资料 美国陆军和其盟友应该正在重新评估坦克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火力军估计AI辅助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即便修改也应该是算法的优化以及材料的升级 Abrams-X的设计思路也的的确确给未来世界的主战坦克设计 提供了另一条发展路线 好了 大家对Abrams-X运用AI智能进行辅助是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